那段时间有很多批评跟责难 你的处置也得到了赞许跟鼓励 回想当时有没有觉得 哪里没做好而后悔 或那段时间 你的内心有什么样的煎熬 太太又是怎么陪她度过的 这个事情 对 大家还记得吧 非常好沉重 其实第一时间我们 其实就像自己的家人 如果遭遇到这个事情 我们就想说 怎么样能够善后 能够补救 那当然先抢修 然后救人 那就是觉得 怎么样让这个伤害降低一点 虽然我没有办法阻止这个伤害发生 那已经发生了 所以怎么做都不够 其实我在第一时间就下定决心 跟总统跟院长讲我要辞职 你不会觉得委屈吗 因为四十九条人命 我是做一个交通部长 不管什么样的责任 我一定要担下来 那我也要去为这一些 不管死亡或伤 中的或者是他的家属 再多做一点事 那辞职只是一个基本 那后续我其实还在持续想多做一些什么事 可以让这些不管是亡者安息 或者是说这些生者可以抚慰 所以我觉得比较让我感受是后来 包括一些一些当事人 甚至像七六行者 反而就邀请我去当志工 那甚至他们把他们多年来 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 比如犯罪被害人的保护的问题 希望修法 那我就觉得 我有事情可以做 来让未来的人 也许不会再遭遇这样的一个灾难 那这是一种 也是有一种赎罪的 也是一种希望说 跟着大家一起走出来 所以 就是 内心的那种感受是 其实就是 在想看能够多做些什么 因为都不足以弥补 这个已经造成了伤害 那宛如那个时候 有没有很心疼 有啊 但是 没办法做什么事情 我就是一贯的 我就是尽量不去吵他 就是 那是四月二号 对 发生的嘛 那到他离职四月二十中间 就是 因为他都不在我身边 那我就是都只好透过同人 因为也会有很多的讯息 传到我这边 觉得建议他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我能够做的就是 挡下那个部分 然后 顶多只是 传个讯息说 你有没有睡好 那可能找 旁边的秘书 可能帮他 补一些营养品 因为我知道在现场 大概几乎都没怎么在吃 没怎么在睡这样 对 你看像这种很难处理的事情 也会被你碰到 这样知道了吗 就是一个处理问题的人 那希望啦 希望就是人才要用在开创上面 好不好 不要浪费了加龙这个星象能量 把他当老牛使用就好 自己也把自己当老牛 是是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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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